第105回 昨天說到 獨孤美明明是生丟的 但是葉孤雄說他已經是個死人了 其他人聽不懂 不過獨孤美他聽得懂 他問說 難道 你是山莊裏面的人 葉孤雄就說 想不到 我發夢都想不到 你想不到有什麼 有些人連自己做的事都想不到 那我有件事要問你 你見過綠小鳳出手沒有 未 那你知不知道他武功 有幾個 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他曾經接住了白雲城主那招天外飛 不過 他現在就被西門吹雪的劍刺傷了 我看得出 現在我再問你一句 你一定要想不到他 你一定要想不到他 你有沒有把握 殺得到他 你呀 葉孤雄真是很認真地想了很久 然後他說 我不是西門吹雪 嗯 嗯 那麼行了 葉孤雄於是 另轉面看著綠小鳳他說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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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說就沒有出手救我呀 哈哈 哈哈 現在呢 我亦都不願意出手殺你 哈哈 因為 我們兩個都沒有把握殺得到你 所以從今以後呢 你也不認識得我事 我也不認識你 綠小鳳就說了 喂 正說我們還是同路人的 哎 世事如白雲 蒼狗 經常都會變的啦 何況你 同我 是嗎 所以 現在呢 你 還是你 我 還是我 你又來爛絲 我養我隔路 好嗎 不好 怎麼不好呀 因為我 丹丹轉走 怎麼走都走不出去 那就是我怎麼走都是死路一條 呵呵呵 那 那是 你的事啦 那你呢 我走我的路啦 呵呵呵 什麼路呀 是不是去山莊的路呀 你要去什麼山莊呀 是一個你不能去的山莊 為什麼不能去呢 因為你不是死人 什麼那個山莊死人才能去的嗎 沒錯啦 你是死人呀 是啊 啊 哦 那你們走啦 我不想去死人山莊 亦都不想做死人 長命一時得一時都好 說的 講完 陸小鳳就真的走開 好快就不見了 獨姑美突然問葉姑鴻說 你 真是讓他走呀 他走了 那你不怕他洩露山莊的秘密呀 他知道的秘密又不多 在這個食人的樹林 放他也不生 他會暗中跟著我們去的吧 我們 我們去哪裡呀 還用問的 當然去山莊啦 那你錯了 不是我們去山莊 是你要去的 那你不去呀 我去做什麼 我知道你跟山莊有了合約 所以才不殺得你 不過我沒有說要帶你去呀 哎呀 那 那你不 不記得我現在這樣的情形 我連一步都不能走的呀 那你的事 不關我的事呀 講完 葉姑鴻就拔出劍 削了一大塊樹皮下來 就鋪了在一塊比較乾爽的泥上 然後就坐下了 獨姑美呢 就很無奈地看著他說 那你為甚麼不走呀 我為甚麼要走呀 你 是不是想 看一下 看著我怎樣 怎樣死呀 那你可以慢慢死的 我不急的 說完 葉姑鴻真是好像好悠閒好歎世界那樣坐下 在身上拿著一包用油紙包著的牛肉 還拿出一瓶酒 那 那獨姑美呢 已經三十六個時辰 沒有東西下肚 現在聞到牛肉和酒的香氣 啊 真是口水都流了 葉姑鴻就喝了一口酒 吃一塊牛肉 簡直是 嘻嘻嘻吃狗仔 沒得吃 他說 我知道 你現在的心肯是好後悔 後悔正說好叫了陸小鳳走 不過有一樣東西你不知道 甚麼呀 我不殺陸小鳳就不是因為我沒有把握殺他 是不過 因為我寧願等他死在西門吹雪手上 這 真是 信不說 如果他現在再敢來 我一拔劍 要他血戰五步 你的意思 是不是 天下就已經沒有人救得到我 也沒有人救得到陸小鳳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三個字剛剛講完 突然之間 有隻手從後面伸出來 一搶 搶走他拿著的那個酒瓶 他反應都不慢 那隻手剛剛縮回頭 他就到了樹後面 哈 不過樹後面就沒有人 到他再轉出來 酒瓶已經在獨孤美的手上 連最後一滴酒都喝光了 再望望那包牛肉 不見了 獨孤雄 不動了 因為他覺得 樹上好像有一樣東西 飄緊下來 接著 葉孤雄立刻拔劍 一劍 嘩 刺到應 不過刺不到人 刺著的是正話用來包牛肉的那張油紙 獨孤雄立刻拔劍 獨孤美見到就假假聲笑著 笑到眼淚水都飆了 葉孤雄生氣到臉都青了 慢慢就撕掉劍沾那張油紙 獨孤美就說了 哈哈哈哈 那個 那張油紙 是沒有血的 你 你吹什麼 葉孤雄一於不理他 劍光一閃 就收劍入肖 然後 他又是在那塊樹皮坐下 深深吸了兩口氣 那麼在三袖那裏 拿出一張紙 用一支銀針的刺 就刺在身後面的樹身那裏 他說 這一張 就是出樹林入山莊的圖 誰有本事 不妨拿走他 講完 他零轉背 若都不動地坐到 眉上雙眼 整個路增入定 那樣 葉孤美 見到他這樣 笑不出了 陸大雙眼 看著擠在樹上那張紙 他知道 葉孤雄是想引蛇出洞 那武當呢 是內家正宗 葉孤雄四歲就入了武當 內功一定早就登堂入室的了 現在 他心神合一 雖然是閉上眼 不過五十像方圓之內的一口針 一塊葉跌落地 他都會清清楚楚的 果然 有隻手 偷偷地 從樹後面又伸出來了 這隻手的動作 真是很快 很靈巧 一摸 就摸中那張紙了 不過很可惜 就在這陣子 劍光一閃 咚一聲 劍就刺了入棵樹 好像是刺了那隻手在樹上的 不過 刺中手應該有血出的 咦 為什麼不見有血的呢 獨孤尾看了一下 啊 不是那隻手被劍尖刺住 是劍尖被這隻手夾住 是被兩隻手指夾住 葉孤雄立刻面青就變成面紅 白痘那麼大顆汗流下來 他出盡全力想拔那把劍 不過那把劍呢 好像被泰山壓住了 怎麼拔都拔不動 啊 是誰的手指這麼厲害呢 那當然只有六小鳳 獨孤尾看見這樣的情形 就對葉孤雄說了 啊 現在 你的劍 出了招了 不過人家好像是沒血 戰五步似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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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孤雄咬咬咬咬牙 突然之間 就放開那把劍 一飆飆了去樹後面 立刻 他就看到六小鳳笑眉眉的看著他 那兩隻手指還夾住他那把劍 葉孤雄冷笑一聲他說 哼 我不用劍 一樣可以殺你 陸小鳳就說 啊 把劍是你的 我還是還回給你 葉孤雄真是免得聽他說那麼多 出手了 用的是武當金絲綿掌 夾帶著兇手入白人 七十二路是烏琴拿手 五指如歐 力冠指尖 勢力啊 怎不知 陸小鳳竟然真是 用手指捏著劍尖 將劍柄送回他的手邊 那葉孤雄好自然 一手就插住了 怎不知 一插 立刻面色都變了 是為什麼呢 原來呀 有鮮血一滴滴從他手指縫上流出來 奇了 陸小鳳是正說送過來的明明是劍柄 到他出來一握的時候偏偏握著劍鋒 他竟然連陸小鳳做了什麼動作都看不清 陸小鳳還笑著說 劍是你的 又沒有人搶你的 你為什麼這麼出力 鹽孤雄面無血色 他突然之間問話 西門吹雪 用了多少招才能傷得到你 一招 你連他一招都接不住了 你連他一招都接不住 當時 你是不是喝醉了 不是 以你這樣的功夫 竟然 連一招都接不住 我知道 你見過他出手 不過在旁邊看 永遠都沒有辦法了解他出手的速度究竟有多快 葉孤雄聽他這樣說 他一招 看著自己的手 那隻手還在流血 他突然長彈一聲 調轉把劍一刺 就刺入了自己的胸口 陸小鳳都覺得很意外 他說 我不想殺你 你何苦敢 葉孤雄用盡最後一口氣 他說 我 我學兼二十年 自信 已經天下無敵了 我本來 約好了西門吹雪 顛陽節中午 在紫禁之天決鬥 即是今年的端陽節 是啊 我雖然 沒有把握 贏 不過 我還自信 可以跟西門吹雪 打一下 誰知道 我今天見到你 我才知道 我就算 再學二十年 都 絕對 不是他的 對 對手 好 各位 葉孤雄的意思 陸小鳳當然明白 到時如果葉孤雄不去 再沒面子去見江湖中的朋友 如果去了就只能自取其辱 因為他聽陸小鳳這樣說才知道 自己的劍法和西門吹雪 真的相差得實在太過遠了 那 陸小鳳連西門吹雪一招都接不住 而他呢 連陸小鳳怎麼出手的都看不清 可想而知 是差得多遠了 陸小鳳問他說 他說 你 你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自殺 葉孤雄吹吹吹嘴 陸小鳳看了一口氣 走過去 紅了他耳邊 說了幾句說話 葉孤雄本來好痛苦 好難看他的臉 喊 言出一種好奇怪的表情 他看著陸小鳳 然後 似乎嘴角那裏笑了笑 跟著就踏低了 人雖然死了 把劍仍然在 無論劍上面的血 是被人吹乾的也好 是被風吹乾的也好 劍仍仍是劍 劍是無情的 不過人有情 所以人就會死劍就永在 唉 世上為何會有那麼多 有情的人 要將自己的一生 奉獻給一把無情的劍呢 是不是因為劍本身 就有一種 令人沒辦法抗拒的魅力呢 那麼葉孤雄死了 陸小鳳又是扶著 獨孤美繼續逃亡 走到天黑 大家都沒力了 就一起坐下 陸小鳳就發覺 前面隔幾棵樹 就有一些輪火光了 陸小鳳就問 是不是順著這些輪火光 就可以走得到出去 獨孤美說 獨孤美說 是呀 你這麼有把炮嗎 我絕對有 有把炮 因為 你 只要跟他們 有了合約 他們就絕對 不會出賣你了 他們 是不是山莊那些人 是呀 是 是什麼山莊 是誰的 你跟他們 定了什麼合約 獨孤美閉上雙眼 不回答 那麼陸小鳳也都好似覺得自己問得太多 也都收聲不問 閉上眼就想睡覺 偏偏就睡不著 遠處那些輪火光就閃閃閃閃閃 他想 要夜晚刻 才看得出這些路標的 就算點著火行都看不到 這一層 怕連西門吹雪都想不到 所以就不怕他會追來 看來 山莊裏面那些人真是很聰明 他們的計劃真是很周密 獨孤美究竟會不會帶我去山莊呢 他有合約 我沒有 我去了之後 他們肯不肯收留我呢 那個地方安不安全 西門吹雪還會不會找得到那裡 為甚麼死人才能去那裡呢 各位 一個人是自己睡覺的時候想事 越想越睡不著 綠小鳳現在就是這樣 想想想 他還想起世時月光光照地堂 蹲蹲轉谷花園那些事 怎知想想想 突然之間 聽到 啊 一聲慘叫 有個人就整個彈起 跟著 聲一下就踏到落地了 咦 各位 又有甚麼事呀 那欲知後事如何 就扯聽下回分解 Bye